请问你是冯大夫吗 不然呢 那不是说十几年的老中医吗 我们家五代行医 我打娘胎礼 就跟着我妈给人看病 算起来也得二十多年了吧 怎么 看 还是不看 看 来 谁看啊 我 伸舌头 伸舌头 舌胎薄 脉象虚 肝气预质 气血不足 再加上运行不畅 这不通啊 自然而然也就痛啊 是不是减过肥啊 是不是减过肥啊 我就知道 现在的年轻人啊 就喜欢把自己的身子往死里做 我看这黑眼圈平时是不是熬夜啊 不能熬夜 熬夜伤身体 熬夜那是对身体最大的损耗 知道吗 大夫 您可太厉害了 体虚 贫血 精气不通 我给你开个方子 回去调理一下 那这个药苦不苦啊 药不苦 还能是甜的 我早说 我们把你的保护 冲夜伤身体 彻底下 叫什么 这种药 不是 我们有风味的 到底这种药 你冲我 有轻人 好 魏是后天之本 这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 一旦后天之本出现了什么问题 那么先天之本也会不充裕 不充裕会导致什么后果呢 甚亏 你们也不想有什么问题 影响了传宗接代 或者是夫妻之间生活的和谐 和谐 挺和谐的 谁让你伸手的呢 伸手 对不起 外感寒邪 脾胃虚弱 平常胃病犯的时候 是不是都吃细药给压下去了 这胃病啊 还是得靠养 不仅得按时吃药 还得注意饮食 你们夫妻俩呢 回去互相监督一下 行吗 一定互相监督